Hello 我是嘉儀 多謝多謝大家支持Mama College 歡迎大家隨時留言給我 還未like我的page的話 就快點去like 還有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都是叫做Mama College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收到很多媽咪的message 叫我分享一下 究竟寶寶出生之前 應該為他們買些什麼呢 所以這個video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幫寶寶買些什麼的三副鞋物 那我就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買些什麼的藥用品 這個video想實際一點 告訴大家買些什麼的三副鞋物 是最實際的 不要亂買太多 好 第一件事就是 在這裡 口水肩 口水肩可以買多多都不怕 因為寶寶用得很快 然後我們會出家用 在家裡用 然後有寶寶整天洗 所以買一疊兩疊 其實也不怕 可以不用省著可包 尤其是Tating的寶寶 他們會留很多口水 出牙的時候 餵牠們吃東西 開始吃固體 都會用到很多口水肩 所以買多一點也不怕 瑟珍雚的구� deinen海� 雙耳耳梁 可以led 第二件事的是 沙筋 沙筋功能 在口水肩上 都可以沾上口水 沙筋也可以用來 洗臉 洗澡時可以拔身 媽媽掃封時,很多媽媽都可以放沙巾在這個位置 然後抱寶寶在這裏 如果她們把奶奶拿出來 就不會令我們的衣服有奶 就會在沙巾上 所以沙巾也可以買一搭 如果你經常洗的話可以買少一點 但方便起見可以買多一點 所以可以選一些軟身的物料 即是Bamboo Fabric 很軟熟就不會磨得太重要 即是磨到寶寶的肌膚 好,講完口水經理 就講三個了 這些BODY SUIT 一定要買的 BODY SUIT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打底 又或者夏天就這樣穿 夏天可以這樣穿 就露出肥腿出來 不過在香港這些地方 就經常開冷氣 所以我都建議不開冷氣才這樣穿 開冷氣的話 就一定要加一件 這些面身的長袖BODY SUIT 就是這樣了 我個人認為最好是買 又包著腳仔 可以暖住腳仔 不用穿襪子 然後一件底一件面 就可以外出穿 在家睡覺穿 開了冷氣更加要穿 冬天的時候 如果你怕冷 的話 可以裡面的BODY SUIT 都有長袖的Option 就像這些 長袖BODY SUIT 然後再加一件長袖的 外部BODY SUIT 那就不用怕冬生BB了 當然如果再冷一點 其實就不要選擇薄身這些面質 有些FLEASE的MATERIAL 這一種就厚一點了 一樣 一件底一件面 在家裏就可以穿多些 這些也不怕 然後打底這些 其實也可以買多些 因為BB要外出的 不是只穿這些 睡衣裝束的衣服 所以就可以一件底 加一些外出的衣服 例如我自己通常和Liora的Fashion 是怎樣呢 就是一件底 再加一件面 但面這些 可能是連腳仔 也可以是不連腳仔 因為你就想她外出的時候 可能穿得帥小一點 就加一條這樣的褲子連裙 就會變了 這個look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秋天的裝束 冬天當然可以加一件 外套 這些褲子也挺大件的 有時候 秋涼的時候 你沒有留意穿這麼厚的外套 可以買一件薄的 這些cardigan 短身一點 就可以一件 這些漂亮一點的 body suit 底 再加一件cardigan 然後再加一條 那些褲子 這個就是沒有裙子的褲子 通常我都會穿褲子 褲子 褲子就像這些 這個有聲音的 我說起褲子 我建議大家 初生嬰兒零至三個月 都不用買鞋 基本上現在Liora七個月 我都很少幫她穿鞋 因為她根本上 沒有什麼需要穿鞋 所以大家可以省錢 不要買鞋 到她真的走的時候 才買鞋 我現在家裡有五六雙鞋 其實都浪費了 因為她已經不適合穿 但是我沒有幫她穿過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不用買鞋 但是 要買這些手襪 尤其是剛剛出生的寶寶 一定要穿這些 他們的指甲會很快 長得很快 很容易刮花自己的臉 所以 保護著他們的臉 戴這些手套 但是不要戴太久 因為 你也想寶寶開始接觸 這個世界 摸很多東西 你經常 封著她的手 就會摸不到 感受的發展 就會慢一點 所以 大家最好 快點學會 剪靚 收靚 磨靚 她的指甲 不用戴手襪 好了 那三副鞋 就大致上 是這麼多 還有一件 連同今天說的 就是這些 布質 襪子 襪子 可以買兩三條 然後 睡覺時 包著 包著 好像 被媽媽抱著 有些寶寶 例如Leora 喜歡的 因為她覺得有安全感 加上我其實都喜歡包緊 讓她的手 不用飛來飛去 又刮花 因為刮花臉 因為她也有少少濕疹 所以很容易 喜歡摸一下耳朵 周圍爛 但有些寶寶 就不喜歡被你包著 這樣就沒辦法了 準備被子幫她們蓋 好 那 今天這個影片 就是講到這麼多了 那 希望幫到你們了 Have Fun Shopping Bye Bye